今天我們帶來稍微把那個上個禮拜的重點稍微再回顧一下 那第一個的話呢今天我們是第10次了 那上個禮拜的重點基本上就是 主要針對是XML這個格式做一些 練習那裡面的話其中就是說我們找了幾個sample 那都是網路上面的這個XML的格式 那如果說我要抓那個XML格式的話當然有幾個方法 第一個當然你可以用那個新的版本 這個前提是新的版本你一定要是2019年以後的版本 因為2019年以後的話才會增加這個所謂的Queries的物件 去幫你抓那個資料 其實像那個 Json格式也是一樣 所以如果你用新版的話有一個好處啦 就是說你其實不用寫任何程式 那你也可以做到就是抓取那個XML跟Json 或者是CSV本來就可以了 那甚至是那個HTML其實也可以用這個Queries的這個 這個物件 那這個Queries的物件基本上 等於是一個新的一個 一個物件 那這個物件的話主要是取代 以前舊的版本大概2010以前的版本 是用叫Queries Table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變動 我是覺得主要原因應該是那個網路的一些環境啊 檔案的格式複雜度變 又改變了 所以他又用新的物件 想要解決新的問題 所以呢 後面我會提到 如果HTML 假如說你要抓 他網頁裡面的資料的話那該怎麼做 OK然後 程式碼的修改一些技巧啦 基本上我在那個雲端上面 其實 也有放 所以 你們可以參考那個雲端白板上面的 應該是 一樣是第一個單元我把它拆成 三個 這個 文件 那其中的話有一個文件就是XML 那當然呢 我們第一個方式 上禮拜講到第一個方式 其實就是用修改的啦 所以修改 主要還是要錄製聚集 之後再修改 那基本上步驟跟前面那個 Json CSV 其實是 大同小異 OK 那這個好處就是 你假如你不會寫任何程式的話 其實 可以用錄製的 但是錄製的話 可能還是要注意一下 因為上禮拜也有發生一個問題 就是說 它的來源 Server上面的那個 某一個欄位的 形態 好像PM2.5那個數值 本來是文字還是 等等 他把它改成 數字 那這樣的話呢 會造成 你原來錄製的程式 就不能run 那不能run怎麼辦 那可能你就是要 重新再錄製 那我有講到就是說 如果你要修改的話 怎麼修改 甚至我有提到有一個 那個 一個軟體 它可以比對 新舊程式的差異 那個其實也是一個方式 因為畢竟 那個程式嘛 有時候非常多的時候 你要找出 兩者之間 到底哪裡有 不一樣 其實還蠻花 蠻耗那個力氣的 所以我 上禮拜有跟各位講一個 小程式 它也是可惜版 我建議這個可以其實 將來如果你 有一些新舊的程式 要比對的話 可以善用 那 另外的話呢 因為大部分同學 的那個 Excel的版本 不見得是最新版 那如果不是最新版 那怎麼辦 那當然我有在提供 就是說 如果你不是 最新的版本 那你可以用 一些 VBA的 內建 的一些物件 可以去做 扒取 那主要的話呢 有哪一些 基本上的話 你們可以參考那個 雲端 上面的這個說明 剛剛提過 就是說 如果你內建有這個功能 從檔案有這個 那當然你可以用這個來做 但是它這個做出來的 你會看 Queries的這個物件 它其實 裡面就是帶一個 介面 這個應該是 Power Query 然後 有點像我之前講過 它會先把資料 先幫你下載在這個物件 裡面 變成一個虛擬的table 虛擬的資料表 然後再利用 有一個 ListObjects的這個物件 去把它查 用那個SQL語法 再把它查回來 所以有點像它有一個中介層 那 當然我們如果說自己寫程式的話 這個是錄製的 後來有修改 修改的部分 在這裡 也就是說好像中間這一段 這個 add這個 有沒有 Queries物件 然後 add實際上就是增加一個連線 那什麼名稱 Formula公式 其實主要是這個Formula公式 它有做一些變更 那至於 變更的哪些地方 如果假如你不想要 一個一個 因為說這個自己看還蠻累的 但你其實還可以 看出一些端倪 比如說它的Tables 它這個Tables 實際上就是 虛擬一個網路上的資料 來源 對應一個Tables Tables就是表格 也就是本來它不是表格 它是標籤 那把它變成表格啦 所以其實主要透過它 幫我們做這件事情 OK 然後改的地方的話 就底下這裡 如果各位要參考的話 可以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其他的話呢 包含就是說 如果我 不用 這個上面的方式 內建的功能 那如果我想要 抓XML 來分析的話 那首先當然 我這邊有提到啦 XML 它的那個 檔案結構 一定是有標籤 那跟HTML很像 一定有標籤 你會發現它標籤有幾個重點 一個是它的 最上層 有點像是它這個 這棵樹的樹 樹幹 OK 那分支的話 就Data 裡面的 樹葉的話 大概有 比如說這幾個樹葉 總共有 五個樹葉 那一定會有個 標籤的開頭 一定有個標籤的結尾 然後呢 如果我要讀取它的話 我底下有分成兩個方式啦 當然因為這個程式比較 相對是比較複雜的 那將來如果說你要拿來使用的話 我建議你可以把它當成一個範本 那我把它拆成兩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是讀取 檔案的方式 所以我這邊有一個關鍵就是 這個是一個 假設你今天已經有這個檔案 比如說你可能是人家已經 從系統匯出一個檔案 就XML給你的話 那你可以用這個方式 但另外第二個就是 它可能不是給你一個檔案 而是給你一個UR 一個網址 那兩個方法當然呢 各自要怎麼去 解決問題啦 那其實最大的差別應該是 應該開頭部分 那首先的話我先 上個禮拜有提過 如果是檔案的話 第一個當然 我們 可以用一個物件 那這個 這個物件的話呢 也是 在微軟內建 就已經提供給我們一個 韓式庫啦 這個韓式庫的 名稱叫 Microsoft.xml 那 這個後面叫 DOM 這應該是Document 意思是文件 就是說 把它當XML的一個文件 來處理 那我們就 設置它 當成一個 這個的物件名稱 叫 XML的Dock 也就叫XML的 這個 文件 它裡面提供一個方法 這個物件提供一個方法 叫Low 那Low的後面呢 實際上 你就直接給它一個路徑 OK 比如說在絕對位置的話 就C疊底下的什麼目錄什麼目錄 那底下會有一個 點XML的檔案 那我們就可以把這個檔案給 讀進來 讀進來一樣啦 如果說你想要看結構的話 除了你把它打開之外 我記得好像我有跟各位提過 你可以用一個工具 我還蠻推 就是用這個 XML Editor 你可以把它貼上去 然後把它變成一個物件 那當然了 它 最外層是什麼 里程 然後呢 它最裡面的 欄位是什麼 其實也可以一目瞭然 我覺得這個方法 相對比較簡單 比較直覺 那我們一樣 檔案部分的話 就是透過這個 點Low的方法 OK 那就 將來啦 當然你如果說 有個檔案 其實你可以拿這個當範本 那當然 主要就是第一個 你要知道檔案的位置 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可以知道它的節點 那節點的話 就我剛剛跟各位講 你的最外層 然後第二層 再來就是它裡面的欄位 第三層 那各是什麼 你就分別 把它放到應該放的位置 那最外層是這一個啦 這個其實 這個節點 基本上就是我們最上層這一個 然後其次的話呢 就是這個節點 Data 所以名稱你把它放過來啦 只要不要放錯 理論上應該就可以解析到你要的 XML的資料 反正就一個蘿蔔一個坑的概念 然後底下的話呢 就是把它放在節點 因為它裡面基本上有 有五個欄位 所以底下的話有五個 這個欄位的名稱 你就分別把它放進來 記得欄位名稱不要放錯 那主要是針對 這個欄位裡面的文字啦 那.test實際上就是 這個標籤中間的這個東西 叫.test 就把這個資料 把它拿回來 那放在儲存格的什麼位置上面去 那這樣的話基本上 就完成我們擷取資料的整個過程 那最後呢 我這個底下是加上那個 欄位名稱 你把它執行 它的PM2.5就可以透過XML的檔案 抓下來 這個是第一個方法 是針對什麼 針對檔案喔 那如果第二個 假如說你不是檔案 如果不是檔案的話呢 那你必須要 多增加一個物件 如果特別之外 網路的話 這個呢 其實跟json json其實也有用到 或者是html 未來也會用到 就是多用一個這個叫什麼 叫做Microsoft的點 特別之外 一樣是Microsoft開頭 點xml http 這個跟剛剛這個物件有點差別 就在這個後面 它其實命名 還蠻 針對它的功能 有沒有 針對xml的 document 文件 然後呢如果呢如果你要抓 網路上面的 xml跟http http指的是 我們上面的這個網址 等於是這個協定 當然理論上取得應該是html 所以這個名稱的話這個物件 我們一樣給一個物件名稱 然後呢 主要是 如果是針對網路 你必須要用這個 這個物件 然後裡面用它一個open方法 所以剛剛是low 現在把它改成open 好 那所以顧名是啦 開一個連結 那實際上就是 這個 所謂的URL 實際上就是上面這個網址 那透過網址的方式呢 跟 Server 主機溝通 那跟他講說用get的一個方法 那實際上透過URL都是get 那如果說 透過那個URL傳遞參數 所以你會發現有些後面會加問號 但這個 上面應該是沒有 如果未來有的話也是透過get 那除了用get之外 其實 還有一種那個連線方式叫做post 這個後面我們應該也會再提到 也就是有一些參數呢 他不讓你看到 但是他 背後傳遞 然後最後 跟那個Server溝通 點send 然後 他會把 你給他的這個連結 裡面的 這個資料 幫你傳回來 所以呢他幫你把它傳回來 就會得到一個什麼 得到一個 類似像檔案得到的結果一樣 所以我們把它放在哪裡 一樣放在這個物件裡面 所以最後還是放在這個物件 底下都一樣 給他 他需要的連結 第一個連結 第一個節點 在下一節的節點 然後一樣給欄位名稱 那最後 底下其實程式碼都一樣 差別好像我只是說 這個欄位名稱 放的順序 不一樣而已 所以其實 這個順序甚至我可以把它搬到上面 也無所謂 那只是順序的不同而已 OK 好 那這樣的話基本上就是上個禮拜的重點 然後我們就是練習 好像是找兩個吧 就是利用上面兩個範例 你可以拿來改 包含就是 就是 Uby的那個 XML的檔案 跟那個台北市政府的切到點位吧 好像還有底下蠻多的 那有些如果沒提到的話 那請各位自行再去練習一下 包含底下應該有 我記得好像還有什麼 這個 取得那個 如果你要健康檢查有哪些 可以的 機構 那這個其實 它分成五個欄位 那如果說你要把這五欄位資料 抓下來的話 它提供的是XML 那一樣 你就可以把它抓下來 其他的還有類似延伸那個 住宅切到 改成汽車 那因為台北市切到相關的還蠻多的 它包含什麼 住宅 汽車 自行車 機車 還有什麼搶奪 一堆的 跟自然有關的 那其實你都可以拿來練習 反正多練習幾次 我想應該 就會慢慢熟練 那提供給各位 總共應該有三種模式 三種的一個 範例 第一個是錄製聚集 第二個是針對檔案 第三個是針對網路 OK 那這個部分請各位 多多練習 其他還有就是 網路上還有很多的相關資料 這個我想 有興趣的同學可以自己在稍微練習看看 那今天的話呢 我們要再延伸到那個 所謂的HTML 所以 請各位呢 待會看一下雲端白板上面的 第二個單元 OK 那這裡的話呢 主要我們是利用什麼 利用 他的 Excel裡面的物件 幫我們做 抓取 網頁資料的這個動作 當然目前Excel提供的 主要物件 就是 一個叫 Queried Table 不過這個Queried Table是比較舊的版本 提供的 另外新的版本叫Queries 至於差別 待會我們再來看 那當然Queried Table 顧名C 他 就是抓網路資料 跟Queried Table 其實也大同 也是 只是說Queried Table 它的功能比較局限 至於哪些局限 我想我們待會針對實際上的案例 再來看 那請各位打開之後的話 那今天的話呢 我們主要是針對有一個問題好了 假設啦 我們有一個需求 我希望知道 這個歷年來 像那個 大樂透好了 OK 比如說像 我想要知道 有一個問題的答案 就是呢 從那個 大樂透好像是2004年開始吧 好像1月才1月開始了 到今天為止 今天應該應該禮拜 今天禮拜三嘛 然後 禮拜二禮拜五開獎 那到底呢 哪個號碼 歷年來開出的 次數 或者機率是最多的 那我要怎麼知道 那第一個啦 我需要歷史資料 所以呢 我就在網路上Google了一下 發現 真的還有 而且還 不少 其中的話 有一個網站 我覺得 蠻可以拿來用的 就是叫樂透雲 那你們可以先點開來看一下 那 當然第一個需求是我希望可以把這些歷史資料 全部呢 先把它放到Excel裡面 來做統計分 因為如果你假設沒有在Excel裡面的話 那你要 做後續統計分析 當然是問題 所以理論上很多人每天做的事情 可能想到第一個啦 是不是可以把它複製貼上 是沒有錯啦 可是問題這邊他給你的 這個網頁 通常是會分頁 所以你會發現 底下他會有一個 這個應該是第一頁啦 所以你會發現這邊有個連結 這個連結的話是1 1的話指的是這個歷史資料裡面的第一個page 所以你點他的話 他會出現 in-page 等於1 參數有沒有 參數名稱叫in-page 1的話呢 就是他的參數 如果你點2的話呢 你可以看一下 網址 只會有個地方改變 叫in-page 等於2 那資料有哪些地方改變 你可以看一下 上一頁 他的 資料是從那個最新的應該是 20 20 22年的 11月29號 那就是 昨天 然後呢他給你6個號碼加一個特別號 然後在 前一期的話就是 11月25 然後也是6個號碼加一個特別號 然後號碼應該1到49號 然後往下 一直到 這一頁的最下面應該是 8月19 所以在往下的話 第二頁你會發現 8月16在這裡 所以你看一直往下 第二頁 第二個page 所以上面參數改變 然後呢 往下是5月6號 那第三頁的話就是 5月3號 一直往下銜接 也就是說這邊總共有 68個page 那如果今天呢我希望呢 可以一次就可以把68頁全部都幫我把它放在issail裡面的話 那該怎麼做 OK那當然你要知道說 當然 絕對不是土法煉鋼 可是如果說我今天呢希望把 這個動作呢變成一個回圈 因為有68那我可以寫for i 等於1到68 之後的話呢 把這個i的變數 拿來變更這個 這個地方的一個 有沒有 就是網頁 這個就URL 裡面的一個參數 那我不就 當我輸出1 他就跳第1頁 那我把第1頁的資料抓下來 當我要2的話呢 那就把第2頁抓下來 那這樣不就OK了嗎 那當然呢 可是問題來了 我要怎麼樣可以直接 透過issail 直接把資料抓下來 那這裡的話就會需要 抓取什麼呢 網頁 所以再來的話可能你需要知道 網頁 到底他怎麼去定義 這個表格 那其中的話呢 特別注意喔 我如果想知道這個表格的話 將來請各位慢慢要 如果你要針對網頁上面的資料抓取的話 那你可能還要知道幾件事 就第一個 網頁到底他背後的 一個結構 或者是說他用的語言是什麼 那你可以按滑鼠右鍵 那我是建議啦 你可以找到檢查 這個時候的話呢 這個時候的話呢 你會發現 右手邊就會跳出 一個 你可能相對比較陌生啦 除非說你有 你有 這個 就是 接觸這個網頁設計 相關的 專業 不然的話 理論上一般大部分 不太會去 開啟右邊的這個 應該叫開發人員模式啦 就跟Excel裡面開發人員很類似 那你會發現如果你只要按右鍵 在哪個地方按右鍵 他會跳出說 你現在點選 比如說我在日期這邊 按右鍵 那你會發現他會幫你反 有點像反 反白 就是後面會給你一個 底色啦 那底色的話呢 就是用淺 黃 淺藍色當成是一個底色 跟你講說 你現在所在的這個 他裡面實際上是用這樣的方式在敘述 那其中最關鍵的地方有幾個啦 第一個 他開頭一定是小於符號 然後裡面的話會有一個叫TD的東西啦 OK所以你會發現 只要小於符號後面那個東西 在網頁的HTML原始碼 叫做標 就是標籤 就TAG OK 什麼TAG 特別注意喔 所以你可能要知道一下 原來那個網頁裡面的 HTML 如果是儲存格叫TD 那通常底下可能會有Class Class就是他類別 那也有可能沒有啦 有的時候 那我要怎麼 抓取網頁上的資料 那通常喔 如果我們今天用比較簡單的方式 我要抓的是這個 表格的話 不是這個儲存格 那你可以往上看 這邊有個TABLE 就這個表格 那在最外層的話呢 好像是不是還 應該是這個啦 那所以我可以把什麼了 把游標先放在這邊一下 因為把游標放這裡 他會自動告訴你說 你現在所在的這個表格 他的名稱叫什麼 他的類別名稱就是這一個 OK 那問題是我要怎麼把這個表格抓到Excel OK 可是問題抓過來的東西 他會是像底下這樣的 就是HTML 可是有沒有什麼方式喔 我不要抓這個 你只要幫我抓裡面的資料 直接抓Excel的話 那有沒有最簡單的方法 跟各位講 待會要介紹的 剛剛有提到的 有一個叫 QUELY TABLE 實際上顧名 這個物件 就是可以做到我剛剛 講到的 就是 他可以把 標籤是TABLE 裡面的資料 全部幫你抓下來 並且自動把裡面的資料 全部 抓到Excel裡面 那 接下來怎麼做啦 請各位先了解一下 這個網頁的相關節 待會我提供給各位一個 比較簡單的 因為方法很多啦 我們不可能逐一的講啦 所以呢我就直接告訴你 我最後 得到的一個相對簡單的方式 提供給各位參考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吧 上個禮拜的部分 先 重點回顧一下